这人了,这人了,人了,人了,这儿了,这儿了,这儿了,哈喽哈喽,大家好,我是何耶侯哈的何鱼人节快乐,看到了吗,刚才那一位女士是第二位夸喜欢我这件外套的人了,然后她刚才看我在拍这个学校,也有在拍樱花树,刚才我昨天刚去玩Garry Potter Park,所以呢,我昨天看了, 好多好多漂亮的樱花树,然后她还告诉我,下周这边有樱花树节,有好多好吃的和艺术节,刚才我喜欢吃的,她居然也是个蜜蜂,我觉得当女人真的好热情啊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原本以为来到加拿大心情会是紧张,不安,兴奋,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心情都没有,我一到加拿大就觉得特别平静的原因,今天已经是4月1号了,一切正常,我的时差也倒过来, 明天开始工作了,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更新了,去吃一顿牛排,告别我这个放松的假期吧,这边有一个特点,只要我看到绿色的,我觉得它就是个超市, 应该是超市,果然是超市,还发现了没有见过的菜,这是什么布鲁塞尔,球牙,甘蓝,没有见过, 还有这个,告诉我是什么儿童菠菜,完全不认识它是菠菜吗,难怪大家都说我上次买香蕉的那家西人超市,C1 foods比较贵,我觉得七毛九已经很便宜了,在这里又发现了六毛九的香蕉, 这边蛋糕真的好便宜啊,就这么便宜的价格也会打特价,看这个蛋糕就是山姆的那款最大的生日蛋糕,几磅啊,七磅还是六磅的, 卖十八块九毛九,Alpha 2也会比普通的牛奶贵一点儿,可是我记得山姆最初卖Alpha 2的时候还是挺便宜的,就是这家餐厅啦,很小的一家店,我去的时候电视还在放着特鲁多,点了一杯冰牛奶,一份牛排套餐,这份冰牛奶上来给我下了一票,这不得有一斤吗, 这是6盎司的一块牛排,为什么他们牛排会配米饭呢,土豆,沙拉,香香肚丝,反正觉得碳水好多,你看看这块牛排有多厚啊,吃完牛排啦,本来我打算在吃牛排的时候跟你们录一下,我是怎么倒时差的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时差倒过来了,然后我发现没有带手机支架,算了吧,今天吃牛排好像是我来这里这么长时间, 第一次采了,我要了一份三分熟的牛排,结果上来的时候已经全熟了,我还问服务员,这是三分熟牛排吗,瞪他的大眼睛告诉我,是的,直到我切开看到全白的肉,他问我需要帮你换一份吗,当然,又换了一份刚刚的那个实在是全熟,不是三分熟,要对比了一下,好像连土豆什么的都换了,那那份给谁吃了呢,这阵天气真的是一会儿一变,刚才还在阴天,现在又出太阳了, 看我要变脸了 然后我问了一下当地人,我这样做,对不对,他们说,嗯,如果你觉得不满意,你就是应该这样要求的 那,那我很好奇那块牛排怎么办呢,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,也有机会给下一位客人吧,我猜,也许我的那块牛排也是上一位客人剩下了 好吃多了,看你东西,这才是三分熟吧,如果吃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很好奇,我用叉子和刀怎么把米饭吃了呢 我发现就是还没有撒黑胡椒,然后我嚼碎的那个蒜香吐司漏在上面,看起来还蛮像那么回事儿的 这边的牛排真的就是品质好,完全没有什么厨艺可言,更没有什么美拉德反应,吃的是纯肉的香味儿,牛肉也够厚,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挺值的,但是不要去超市,看因为超市的牛排价格更便宜 谢谢大家